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胜利女神尼姬 有关伺服器方面的详情 以上是官方在他们Q&A里面提供的资讯 游戏将有5个伺服器 韩国、日本、北美、东南亚还有国际服 官方是推荐根据你自身的位置来选择接近的伺服器 国际服呢,是在欧洲 创立账号之后玩家是可以切换伺服器的 只不过原本角色是不能移到另外一个伺服器的 此外游戏账号的数据也可以从iOS传到安卓又或者是倒转 因为绑定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是会利用email或者是脸书、推特、line等等去登录游戏的 刚开始看到这一个Q&A 我本身也是好奇 台港澳伺服器是在哪里呢 你说是东南亚又不可能了 然后它国际服呢又写在欧洲 直到后来看了巴哈才懂 台港澳版本是分开的 在QOOAPP这里搜寻的话 你是可以发现国际版、繁中版 国际版登录的时候 一开始要我们选择的伺服器像刚才说的啦 有五个 而台港澳呢 一进入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罢了 在语音方面呢 两个都有中文 配音的话 韩语、热语、英语 登录界面这里两只也是一样 可以利用谷歌、脸书、推特、line的账号 先前影片我有分享了 台港澳官方呢 他们对于实际游戏内容 做出了一些说明 也就是各地区没有不同的版本 角色形象都是一致的 也代表没有被和谐掉啦 当然因为这样的版本分开呢 让不少玩家就是担忧 是不是台版未来 就是会突然关掉伺服器啊 还是什么 像看到一些玩家也就是说 他们会选择去玩热服 韩服又或者是国际服 只是呢 选择其他伺服器 也有它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课金方面 你要付款的方式 又或者是游戏里面的副本啊 玩法那些 可能是根据当地的时间来开启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大部分人还是会玩回台港澳版本吧 毕竟很多人也是从Google Play 又或者是App Store那边下载 对于一些人来说 也许他们也是当作试玩 看这款游戏 不会考虑太多 所以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了 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版本 那如果你是安卓版 想下载国际版的话 QOOAPP这里 已经是有了 至于繁中版呢 暂时他们还没有提供 可能是开服之后 才会有这个下载吧 而我自己呢 是马来西亚 暂时呢 只能去其他网站 下载这个繁中版 相关的网址 我会放在影片描述里面呢 再来就是 官方Q&A这里有提到 他们有计划会推出PC版本 也就是横版的画面 我本来呢 是对这个没有抱太大希望 因为他们先前也说过 这款游戏是针对 行动装置来开发的 既然他们现在这样说 也代表电脑版是确定了 只是要等多久就暂时不知道了 关于模拟器的推荐 我上次封测的时候呢 是利用雷电来游玩的 整体没什么问题 这一次也看到不少人 同样是推荐这个模拟器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要用哪一个 可以试试看雷电9.0版本 那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后续如果有认了更多 这方面的东西 比如模拟器啊 电脑版啊 到时再来说一说啦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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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